在美丽的自然当中呢 我们不仅就欣赏外面的环境 还有在这里的自然当中 能得够自己想要得到的收获 还是更好的 这里呢有一块了 开山芋的三流水料 三流水料它两边都是那个沙皮 比较明显的 冷酒不是很圆润的 我们冲坑它叫做三流水料 但它的浴化还不是很好 但是相对的啊 这比较统一干净的这一块呢 我就捡回去当是那个花盆料啊 放花盆是可以的了 说是在这里啊 说是这一块 感觉还可以这一块 这一块看上去呢 那个浴卧还算是可以 但是有一些沙皮啊 具体又切开才知道的 上面有一个挖皮就大 上去看一下 说前面有一个水坑 环境不错 跑上来看看 应该是这一个了 看一下这里啊 很清晰这个水啊 底下很多白色的40英雄来的 我们刚才说的是台湾化 我朋友说呢 他这里看到有比较有神奇的东西 现在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神奇的 就是地上这些果实了 啊 说是像这个啊 动物的眼睛 它还会动的 这样 拔也拔不出来的 啊 不知道什么样的果实 非常像眼睛一样了 头一是见到这么神奇的 今天啊 剪一先回去做一下标本啊 研究一下是什么 也是比较好的 估计能够有收藏的价值吧 如果有朋友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品种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啊 啊 说一下是个啊 什么样的果实 有什么用的啊 为什么会这样的 欢迎大家来评论一下 因为我头是见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好了 就要剪这么多吧 哎 前面看一下说有一个瀑布比较好看 这里熬进去了 2 2 1 2 2 10 1 1 2 2 2 1 2 4 2 1 1 1 2 2 2 1 3个 看出来这个料子不太好 它的浴货不是非常的好 做雕刻的话就不太值当了 这一个呢也不建议去切割 它这个皮太舒松了 只能是放鱼缸料的 这块呢不是很好 我就想着来去做一个 比较有意义的饰品 也是比较不错的 做一个类似鸡手蓝一样 烟斗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也是头一次做 来尝试的做一下 开始了 了解 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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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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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